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长泰 在这节呢,我们将一同来学习电脑文件夹的管理 前一段呢,我们公司举办一个会议 然后一个同事拿他的电脑连接投影 当投影投到墙之后呢,我们看到这样的景象 接下来呢,他在各个文件夹中呢 找他汇报所需要使用的PPT 那这个过程呢,大概有三分钟 三分钟后呢,才找到我们在场的所有人 就在三分钟内默默的看着他在各个文件夹里翻东西 那我相信呢,这种场景在你的身边呢,也并不陌生 那电脑文件夹的管理呢,看似是很小的一件事情 但是管得不好,会有很多负面的影响 那第一点呢,就是会使自己的工作效率呢,下降 我们每次找文件多花几十秒,甚至几分钟 那一天下来呢,可能会耽误几十分钟 同时呢,也会影响同事的工作效率 比如呢,在会议上,花了三分钟找文件 参与会议的十个人呢,其实都等了三分钟 那这样的话,一共花了有半个小时 文件夹管理不好造成的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可能会打到我们的思路 比如我们真的写一个方案 需要找到之前的一些文件作为参考素材 但是我们花了十分钟呢,才找到这些文件 这个时候呢,很可能会打到我们之前非常好的思路 那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给别人留下比较坏的印象 尤其是呢,在会议室做投影 如果你的同事,你的领导看到你的文件管理是这样 可能会对你的工作能力啊,有一定的怀疑 那造成的第四个问题呢,就是不容易积累 不容易积累呢,从两方面讲 第一方面呢,从自己 如果自己的文件管理不好呢 即使你工作五年十年 但是在某领域呢,可能还是没有深刻的积累 不能成为行业的专家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对别人的 假如说你带下属 然后呢,下属向你请教这个项目如何做 你之前呢,刚好做过一座类似的项目 如果你积累的好呢 可以把这个之前的项目的文件夹呢 整体拷贝给他,作为参考 他可以快速学习 但如果你之前没有很好的文件整理习惯呢 你无法汇总当时的所有资料 那这时候呢,你带下属呢,就会辛苦一些 那这样对团队,对公司的支持积累呢 也非常的不利 那可能造成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泄密 比如呢,我们在会议室连接自己的电脑 或者是呢,同事到我们办公桌前 我们给他找文件 或者是我们发给同事某个文件夹 如果文件管理的不好呢 可能会造成个人信息及隐私信息的泄密 那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管理文件夹的一些方法和一些心得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一级分类 一级分类的设置呢,非常的重要 一级分类的设置呢 建议大家这个分类名称呢 可以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内呢 不发生变化 比如呢,在三年内,五年内呢 你都可以使用 那我根据我的情况呢 一共设置了九个 包括了生活项目,生活存档 工作项目,工作存档 课程项目,课程存档 我的客户,备份资料 娱乐爱好 那这九个分类呢,对我来说呢 近三年五年呢,不会发生大的变化 将来呢,可能会做微小的调整 将来增加任何资料呢 我都可以放到这个文件夹的下面 那我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 我的前六个分类呢 都是有项目和存档 项目的概念呢 是为了达成某一个独特的产品和服务 所做的一次性努力 项目呢,是有开始,结束时间的 是临时的 但是呢,运营呢,是长久的 那对我来说 我在生活中做某一个项目呢 这个项目呢,肯定是有一个结束的时间的 但是呢,我的一些个人资料 比如我的身份证,户口本 然后一些这个上学的一些毕业证 一些学位证 那这些呢,是长期会使用的 所以呢,我会放到存档里面 后面呢,会给大家截图详细展示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的工作项目的二级,三级分类的设置 这是我们已经看到 我的二级分类呢 是以年度为单位的 我是从2007年开始才能工作 但是呢,07、08年呢 并没有刻意的去整理 所以呢,我现在整理到是2009年到2016年 那第二层呢,是以年度为单位的 大家注意到第三层呢 是以日期为单位的 也就是说,我每做一个项目呢 就会根据项目的开始日期 或者是我创建这个项目之期呢 建一个文件夹 比如呢,是7月6号这个 我当时要修改一套PPT的模板 修改公司的模板 然后呢,就建立了一个7.6 PPT模板 那就是代表7月6号呢,开始了这个项目 那随着这个项目的发展呢 会有很多资料加入进来 但是大家注意到 项目呢,只以开始日期作为命名的一个规则 那在这种文件夹管理方式下呢 我们想找一个资料呢,就非常的容易 首先呢,我们回想一下这个资料呢 属不属于项目 如果属于项目呢 属于哪类项目 属于工作项目 还是属于生活项目 然后呢,回想一下它大概的年份 然后呢,找到这个大概的月份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这个项目 大概是春天做的 还是冬天做的 可以判断大概的月份 然后呢,看一下这几个文件夹 就可以快速的找到这个项目的文件夹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存档类文件夹 那这里呢,我有一个生活存档 那这个生活存档呢 指的就是生活中会使用的资料 这些资料呢,长时间呢 不会发生变化 比如简历相关的资料 照片头像 证件证书 那比如呢 在证件证书这个文件夹下面 我存放了比如身份证 户户本 所有证件的扫描件 同时呢,这些资料呢 我会同步到手机上 这样不论什么时候 什么地方需要这些资料呢 我都可以快速的提供 那这个照片头像里面呢 放了我一些证件照 生活照 还有些课程的照片 包括微信二维码 包括一些卡通头像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另外一种二级文件夹的设置方式 我管它叫做专题的方式 那比如呢 我最近正在录制一些网上的课程 然后呢 我会设置二级分类呢 为这些课程的名称 比如第一个是Ome Plan for Mac 第二项呢 是Ome Fox for iOS 然后呢 会有很多的课程 我会按照课程的名称呢 设定不同的文件夹 那这个文件夹下面呢 我根据这个课程的一些规则 和一些规律 设置了一些子文件夹 大家注意到 我每门课的子文件夹都是一样的 比如第一门 Ome Plan的 第二门 Ome Fox的 它的子文件夹形式呢 都是一致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 不论我录制哪门课程 想找到图片的素材 都只需要找到第四个文件夹 图片素材就可以了 那随着我对课程的积累呢 可能会增加一个新的文件夹 假如说我们要增加一个 学员反馈的文件夹 那这个学员反馈文件夹呢 我会增加到所有课程的下面 那目的呢 是不论我录制哪一门课 都保持一样的规则和方法 那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关于文件的备份 那对我来说呢 我会对电脑的进行定期的备份 在苹果电脑下 有一个应用叫做Time Machine 可以呢 对整个电脑的进行完整的备份 而且备份的非常方便 只需要把硬盘连接到电脑之后呢 第一次设置之后 以后每次只要连硬盘 就可以自动进行备份 那对我来说呢 我每周会做一次完整的备份 将电脑的备份到移动硬盘里面去 那同时呢 请大家注意 移动硬盘的不要和电脑放在一起 有些朋友呢 喜欢把移动硬盘和电脑 都放在自己的供文包里面去 假如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呢 供文包丢失 那这个时候呢 全部数据都没有了 那我呢 是喜欢把移动硬盘呢 放在家里 放在自己的抽屉里面 那如果为了更加稳妥 更加安全呢 你可以在办公室和家里呢 各放置一个移动硬盘 用来备份电脑 那我之前看到过一条新闻 说是有一个创业团队 他们拿到了天使投资 然后呢 他们勤奋的工作了十个月 取得了一些成果 但是呢 他们租用的办公室 然后被盗了 所有的电脑呢 都被盗走了 所以他们之前工作的 所有的数据程序 然后都丢失了 那我想呢 如果他们之前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文件数据 管理的习惯 在异地呢 比如在某个团队成员的家里呢 那有一个一定硬盘 备份所有的数据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了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 尤其是你工作的年限越久 宝贵的呢 不是硬件设备 而是数据 因此呢 我除了每周会向移动硬盘 做一次完整的电脑的备份 也会使用一些网盘 比如呢 坚果云百度网盘 使用网盘的好处呢 是他们可以随时进行数据的同步 将数据呢 同步到云端 也相当于做了一次备份 此外呢 我们可以用手机 随时打开这些数据 比如呢 我们在外出的时候 虽然没有携带电脑 但是呢 可以通过手机 找到对应的文件夹和文件 然后呢 通过微信的方式呢 分享给好友 那在使用网盘的过程中呢 提示大家 不论你用的网盘 有多么可靠 也要坚持做本地的 移动硬盘的备份 万一呢 由于网盘的提供方 或者是由于我们的一些物操作 导致了云端数据的丢失 那本地数据呢 可能也会同步的去丢失 如果我们本地有备份呢 有一个移动硬盘备份呢 那我们损失的数据呢 最多是一周 好 以上呢 就是本节课程的所有内容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